我們只要吃不下我們身體就會虛弱 然後我們就會療養不了 然後我們得到其他的疾病就會 那個可能性就增加 那就產生一個惡性循環 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也提高死亡率 所以說我們要有一個預防 我們這個澳洲協會就在 這個兩年前就發表了說 發現事後的治療效果不佳 如果事先預防更重要也效果不佳 所以說我們就要提供老人這個 拋腰手吞這個安全殼的一個食物 來預防 而不是一嗆殼就擦管 擦MG管 它是很難過的 而且擦完以後其實 這個咀嚼功能 推驗的功能就不就像惡合 它加速這個惡性循環 也讓我們的生活是沒有平均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不過在我們臺大院的 複色醫院裡面的台北北部 他們曾經對這些肌少症的病人 做一些肌肉的訓練 另外一組是只有給他加蛋白質 就是他們特別補充蛋白質以後 都發現有很好的成效 那在台大醫院的 在雲林婚院裡面 他們還有一個叫做阿波羅計畫 就是每天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給這些老年人加一個蛋 我忘了是一個還兩個 那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也在研究上證明 即使只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 有些老人就有一些改善 驗食就不想吃東西 那這是禁食的 驗食的原因非常多 有些人是憂鬱症 他就會驗食 有些是你煮的東西 真的太難吃 他也會驗食 所以驗食這個比較難 我講的是吞咽 因為我在醫院裡面 我們講的是吞咽 不過這個實際上是不足的 真正來講 真正要講做禁食 其實很多老年人家 吃飯不好的理由是很簡單 你給他吃東西就很難吃 你說他膽部層很高 所以你又不給他演 你說他血壓高又不給他演 然後你又多出青菜 你又覺得牙齒不好 又把所有的菜給他弄成一坨 有時候看起來 比狗吃的還不足 你說他怎麼要吃 王醫師 我們大概幾歲的時候 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一些徵兆 我們開始要注意 一般來講 標準都是講65歲 那其實現在來講 我們人的65歲其實不足 因為國際的定義就是用65歲 所以所有研究到底 什麼叫做吞麵張的老人 都用65歲的定義 不過這是研究上的定義 所以食物上到底幾歲才有 這個不知道 以我觀察上 現在人的身體狀況好很多 通常應該超過75歲比較容易 對 對 對 為了 對 對 說 對 對